在前两节思维漫游我们介绍了中世纪的那个Jean Boudin 就是法国的那个哲学家 他的这种君主主权的概念 那么这个君主主权概念实际上和后来很快出现的 Thomas Hobbes的那个君主主权概念有很强的相似之处 只不过呢 他呢完全是出于一种 就是这种为了当时的这个绝对君主 对于各个分建分割的统治的必要性 产生的这么一个统治上的一个理论框架 而Thomas Hobbes是纯粹出于一种自然状态的这种恐惧 对自然状态的恐惧 我们需要有一个绝对君主 但是呢他们两个得出的结论呢是很接近的 后来呢我们又介绍了这个Westphalia System 这个Westphalia System是由于30年宗教战争 基本以宗教为主题的这个战争 引起的这个大家的思考 就是说需要有一个方法把宗教和统治权利和宗教的权利 这个精神层次的和物质层次的这两个权利把它分割开 那么Westphalia System基本就是把这两个分割开以后 使这个君主是物质上的或者地区性的 或者叫做Temporal Rule 就是这种在当今世界上的现今现在当前的统治和未来的 或者说更深的更广的这种这种精神上的层次统治分开 以这个以这种Temporal Rule 或者是这种这种就是这种物质世界为主体主线的君主统治 作为一个真正的主权 那么这个这两个概念可以大家看着 Westphalia System实际上是后来呢 是真正的在延续延续了几百年 欧洲基本就是说到一战到二战都是逐渐逐渐的 尤其是一战后来这个当时的这个结束以后呢 大家都有一个主要的一个共识 就是一个self determination 各国自己管自己的不要去故乡干扰 然后这个上和Westphalia System的这个总体的精神是一致的 但是这个这个总体的这个世界各家国家的主权的趋势的变化呢 实际上还不止于Westphalia System 或者是Bordine的这个System 实际逐渐逐渐的后来呢 又在二十世纪初期 尤其是上半叶 又出现了另外一种更加强权的一种理论学说 这个就是Carl Schmidt Carl Schmidt这个人呢 是我们这一节要讲的一个主题 这个人呢实际上就是说 他把这个主权的概念更加强化 更加中心化 更加固化 在二十世纪主要呢 就是为纳粹服务 因为他是当时呢 他是生于1888年 死于1985年 他实际上是一个 早期是一个纳粹铁杆粉丝 或者是纳粹的这个铁杆学者 御用文人 他呢实际上是当时呢 是一个叫做political theorist 就是政治学和法学 政治学和法学专家 他呢提出了很多 当时在在19世纪 二世纪上半叶呢 提出很多理论 这些理论呢 某种意义上是Baudin和Thomas Hobbes 这些绝对王权的理论的延续 所以呢 我们就看一看他讲的是什么 为什么我们要讲他 后面我们会看到 他的理论思想框架 在今天深深的影响着 当今中国的 御用文人的学术界 他呢实际上呢 是首先呢 这个Carl Smith 当然他没有被这个 纳粹被打败以后 他并没有因此 这个彻底的判刑什么 他上次是进了短期的监狱 但是很快就放出来了 还继续当他的学者 所以他的很多学术理论 今天上次是widely available 所有的人都可以去看 有些东西实际上有些人 还是认为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吧 那么他呢 当时呢 他最主要的观点呢 就是主要是针对 这种parliamentary democracy liberalism和rule of law 就是他坚决反对 这种基本的议会 议会民主体制 反对自由开放社会的 这种democracy 这种体制 同时呢反对法制 法制就是rule of law 不是rule by law rule of law 就是大家制定一个法律体系 所有人在法律 就是constitutionalism 就是这种宪法体制 下面的一个共和体制 他反对这些东西 他认为这些东西呢 就是这种开放型的 自由型的 民主型的 议会型的 这种法制体系 本身呢 实际上呢 是本身是弱的 内在 weakly inherently weak 就是他的内部机制 本身就是一个脆弱的机制 是一个不牢固的机制 而真正牢固的机制 是一个应该是一个什么 应该是一个dictatorship 就像那个列宁讲 或马克思讲那种 就是集中集中再集中 他实际上在这个某种的意义上 他这个和列宁的这种理论 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就是要专制 要集中 他强调就是一个 如果中心管理 彻底中心管理的话 你这国家才能稳固 这个当然这是今天是 是是是 一百年来 一直是一个 一个一个就是专制体制 和民主体制的一个中心 到底这个国家是以什么样的方法来run 什么样的方法来来这个运行 那他呢 当然是组织专制体制 他认为呢 一个强大的国家 是最关键的 强大的国家 统一的国家 然后呢 使他的强大 保持他的统一 然后保护他的国家的稳定性 这个是高于一切的 那么他的主要的这种 呃政治理念呢 实际上某种意义上 可以看和保定不完全一样 保定是强调 一个绝对君主的 一个定义 而他是强调了 一个绝对君主的必要性 因为绝对强大的国家 当然他没有讲这个君主 一个人国王 monarch或什么 而是讲一个国家的强大 那么这个国家的强大 上某种意义 是隐含着君主的概念的 因为在这里的国家 他最后一定要体现在 一个君主的人的身上 那这君主人在他的名字 那就是希特勒了 那么这个 这种 他的这个政治理念呢 一个呢 就是他他有三个主要的政治理念 我们看一下 他这政治理念 我一念完 大家就能看出了这个 我为什么讲他这几个政治理念 呃的这个 今天的这种相关性 第一呢 他说呢 一个国家要强大 一个国家要 要稳定 必须要区分 敌和我 就说 谁是我们的敌人 谁是我们的朋友 这是最重要的问题 这句话谁说过 毛泽东说过 OK 要区分敌我 那么出区分敌我 他认为他认为呢 是最关键的 避免 就是避免国家内部出现乱 出现动乱的最关键的一个 一个考量 呃 那么 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 显然 liberalism 就是这种自由 这个liberalism 和今天我们这个 在美国现代社会的 liberalism 实际上定义不一样的 今天美国的liberalism 就是你 你什么什么 什么性别混乱来 什么性别混乱 什么这种什么这种什么 这是各种各样的这种东西 都属于歧视 一定要把它打平 抹平 社会绝对平均 这是另外一种 现代的政治正确的liberalism 而他说的liberalism 就这种自由主义 是强调的 就是刚才我讲的 这种议会体制 这种民主体制 这种 这种这个 所谓的这种 就是各种各样的宪法体制 和这个法律 法律 下面人人平等 这些东西 他认为 是对这个区分敌我是不利的 因为在这样的一个体制下 就会很乱 就是这个社会就很乱 这样的一个区分 谁是敌人 谁是朋友 这个区分就很难 因为这里面充满了 这pathology of individualism individualism就是每一个人都是自己 都是自己认为自己是自己的sovereign 像无政府主义 或者什么自己自己做主 那满街都是跑的 每一个人有自己的主意 自己的理念 自己的这种这种这种方向 所以呢 就很难说谁是跟你一致 谁是跟你不一致 有可能是他某一个方面跟你是一致的 但另一方面跟你又是对立的 这个呢 Carl Schmidt讲的 这都是不是好现象 我们一定要把它统一 变成大家有一个 一个一个统一的 谁是敌人 谁是朋友 分的清清楚楚 而这种自由体制 产生了一个社会的混乱的意识形态状态 无法分出谁是敌人 谁是朋友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使内部这个一个一个政权 或者一个国家内部 到底这个主权到底在什么位置 这个主权的这个定位是什么 地理定位什么 这都说不清楚 因此呢 这个国家呢 就必须要牺牲个人的自由主义 来为国家的区分敌我的这个必要性来服务 说简单话就是我们要想知道谁是敌人 谁是我们 我们要统一思想啊 统一意识啊 因为统一思想统一意识 我就知道你跟我统一了 那你我是我的朋友 你跟我不统一 就是你的敌 你就是我的敌人 听听这是不是又是文革时候 毛泽东最喜欢用的一些话 今天当然仍然在用 OK 统一思想统一意识 然后谁是敌人 谁是朋友 这这是我们的这个首要 首要问题 那么这个Carl Schmidt就提出 这个是很重要 OK你必须要统一就是你要把这种自由散烂的这种思想 东东一个西一个的这种思想的思潮 很混乱思潮把它统一 这样能什么 当然在这个前提下呢 这就是引出他的第二个概念 就是homogeneity homogeneity就是均匀性 统一性 一致性 homogeneity这是一个也可以说是一个科技词 也可以说是什么 就是意思就是说 整个这个国家里面的人民应该是保持一致的 保持一致 其实就在你这个国家里面的人民应该都是一致的 都是一个homogeneous population 或者是uniformality 就是大家统一一致 所有的人都是一致 那么在一致呢 当然都是你的朋友了 敌人就不在这个国家里面了 这样的话呢 你就可以使你这个朋友团结一致去反对 或者是消灭那些敌人 那么消灭敌人和消灭不一致性 实际上是一码事儿 就是等于我这国家如果是一致了 那些不一致的因素被我消灭掉 那不就是消灭不一致吗 那就消灭敌人 所以呢这个是他的第二个理念 为了国家强调你呃强大 你要有一致性 统一性 均匀性 第三个就是他最重要的一个 一个理念 就是state of exception 就是state of exception 就是例外的 就是一种例外状态 所谓例外状态呢 就是你这个国家的统治 实际上不是靠你这个明文规定的能够统治的那些东西 国家统治的精髓是在你没有法律规定之外 你能做什么 如果你在法里没有明确规定的那些例外状态 你可以去 你可以去强力执行 这才使你这国家才有真正的统治力 这就是sovereign 1922年 卡尔史密 这还是在纳粹之前的 跟希特勒的那个 那个啤酒吧政变还没开始 之前希特勒还没成名的时候 纳粹还没成名的时候 史密就有一句名言 这个名言 当然后来是希特勒是用的淋漓济制 他的名言是the sovereign is he who decides on the exceptions 意思说君主是可以在法律之外有决定权的人 那这句话实际上就是一个很经典的 对Baudain的君主主权的一个描述 Baudain的描述就是这样 是absolute 是indivisible 是perpetual 那实际上这就是absolute 就是一个绝对君主 那就是他可以定义 他就是法律 法律就是他 那这个实际上呢 就是说 卡尔史密从哲学的角度是这样定义 就是什么是真正的有权利的人 有权利的人就是可以在 大家都弄不清楚 在现有的规定法律下 无法下决定的人 他可以在这之外 还可以做决定 OK 他可以决定 别人不能决定 法律不能决定的框架之外的 那些那些决定权 他可以掌控住 那么这个是言外之意 还有一个含义 就是他可以吊销现在的法律 或者是冻结现在的法律 或者是修改现在的法律 或者是补充现在的法律 他就可以把现在法律的那个框架 画的不管你是圆的还是方的 他可以方面外边再加一个 加一个小落 或者是重新的重新画一个圈 把这个方的画成圆的 圆的画成方的随意的画 那这个就是今天所谓的依法治国 治你病的治 OK 治你 我定一个法律来治你 那这个随便定法律来治你 上这就是state of exception OK 能有这个权利的人 那就是有绝对君王的权利的一个人 或者是一个群体 或者一个政党 那么Kyle Schmidt 这个概念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这样的一个概念 sovereign is he who decides on the exceptions 意思说 所有的法治制度的治 就是用制度制定的法律体系 实际上呢 是可以排除的 因为Kyle Schmidt前面已经说了 这样的一种法律 constitutionalism 宪法体制 法治 制度的治 这种这种东西 都是会使什么呢 都是会使这个国家的外部的敌人 有机可乘 因为他可以利用这些法律 来侵入我们的内部 因为他有机可乘 他可以利用你的法律体系 来侵入你的内部 来破坏你的国家的稳定性 国家的一致性 国家的均匀性 国家的团结性 这是第一 第二呢 Kyle Schmidt认为 一个君主主权 是完全是超脱出 他的宪法的框架 和他的现有法律的框架 而使有他的特殊的执法机能 就是executive power 执行权力 就是说他的君主是超出宪法 超出现有的宪法框架 所有的东西 那这个上又是Baudin的一个典型的 Baudin的那个描述的君主的特点 或者是Thomas Hobbes描述的君主特点 我再强调Thomas Hobbes 为什么在这里和Baudin 我一直把它分开讲 因为Thomas Hobbes 完全出于一种纯粹的哲学的理念 OK 君主的存在是因为避免自然状态 而Baudin是出于统治的理念 出于当时的Monarch 对所有的Foodle Lord Foodle什么的那种统治力的一个理念 提出见 所以实际上Baudin是更接近于政治学的理念 而Thomas Hobbes更接近于哲学的一个理念 思想的一个理念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 Karl Schmidt更接近于Baudin 所以他所说的这种超出宪法 超出法律 这样可以使这个Sauvin 什么实际上是Baudin的一个reflection of Baudin's thought 他认为呢 只有当主权君主主权 有这样的一种超出宪法体制之外的时候 他才能真正的为这个 使这个国家呢 更加强大 Rules Supreme 更加强有力的统治这个国家 那在这样的一个理念下 显然这1922年 当时德国还是Weimar Republic Weimar共和体制 一战结束 二战这个 这个契特勒没上台这段时间 是一个短暂的 一个非常脆弱的 一个共和宪法自由体制 当时德国是那么一体制 但是这个体制大家知道很脆弱 然后这巨量的这个 这个物价膨胀 社会非常不稳定 这就是为什么给希特勒 制造了一个希特勒 产生这样一个人的这么一个机会 但是呢 在这个Weimar Republic一段时间呢 像Karl Schmidt 他对这个Weimar Republic是不屑一顾 就是你看看这个搞这种 这种自由民主 什么什么什么宪法 什么宪政这些东西 看看把我们这个德国搞的是一团糟 OK 这物价飞涨 然后这个什么这那个 然后呢 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就他就认为呢 就是什么什么这种 法律体制 宪法体制 这些东西都应该把它冻结 rule of law 把它冻结 就是这种法制 这种法律宪法体制 完全应该冻结 应该给它废除 这都使这国家混乱 因为你看我们德国现在 闹得这么糟糕 就是因为这些东西 因此呢 他这个state of exception state of exception 翻成中文还真不讨翻 他这种 就是这种用这种法外制法 应该不能说是法外制法 就是法外统治吧 就是在法律之外的这种统治权利 史密的这个概念 实际上为纳粹后来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和法学的基础 他对希特勒后来这个这个在这个国会纵火案以后出现的提出的各种各样的法律 提供了强有力的知识 这个希特勒第一步掌权第一步 我们有一个讲座专门讲希特勒是怎么上上位的 他上位上是通过政治体系的改革 通过按照他的意图去改革上位的 他不是像毛泽东那样打土豪分田地完全通过暴力来推翻 而希特勒呢是通过或者通过内战 毛泽东实际上是通过内战的这个枪杆子里出政权嘛 希特勒可不是枪杆子里出政权 希特勒是法律里面出政权 只不过他的法律是被他给manipulated 被他给操纵了 他第一个操纵就是在这个 我们在那个希特勒讲座里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听一听 讲的就是国会纵火案以后 他提出来就是要提出这个所谓的这个enabling act 这个enabling act就是授权法1933年 主要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可以得到一个不通过国会审议就通过的法律 仍然是法律 OK我制定法律 按过去的republic system 任何法律要通过立法机构 就是像美国的这个国会要通过 那国会和总统是分开的 那你提出法律 国会要审议 要通过要debate 要进行争论 要进行什么利弊 互相分译完了 最后伤害了谁 谁受到好谁的坏处 最后大家有一个统一的 不能说是统一的 有一个投票过程 一个选举过程 在这个过程使这个立案就有一定的受牵制性 而希特勒把这个牵制性给去掉了 现在就是说我可以不通过国会 我就可以签一个法案 主要的诱因当然就是国会纵火案 那国会给烧了 那烧了到底谁烧的 现在也说不清楚 有可能十有八九是希特勒自己干的 或者他派人干的 那么那么在 所以他的这个理论 这个Carl Smith这种法外 或者是法外这个执行 或者是这种宪法之外的这种执行力 统治力成为了 他这个对希特勒一个强有力的支持 他也成为了一个很有名的纳粹的党员 OK他是一个纳粹党员 当然后来他又又又被开除了 他自己有些其他的问题 因为这些这些人实际上思想也挺活跃的 活跃的时候有些东西互相不将冲 又被开除 但是他曾经是很有名的一个 就是那种理论学家 像那个毛泽东的陈伯达 或者今天的王沪宁一样 是这样一个人 那么他实际上 非常的非常的这种 actively support Hitler 就对Hitler非常非常的积极的支持 那么Hitler也正是因为 他的这些理论的这种框架下面 提出了这种emergency powers under the enabling act 我刚才讲的授权法 授权法实际上是 就是刚才讲的 就是在当时Paul Hindenburg还在呢 那个总统还在 那总统实际上是一个 80多岁晕头转向了 这个早上起来 可能是先撒尿还是先起床 闹不清这顺序 谁先谁后了 就晕头转向 的时候就签了这么一个power 等于是给这个chancellor 当时的首相希特勒 给了一个绝对的权利 所谓绝对权利 表面看不是绝对 实际上这个授权法就是绝对 他有权利不通过国会来制定法律 这个就要了命了 OK 他制定法律 那这样的话 他这个法律就是随意制定 那就是state of exceptions 一旦出现exception 他就来一个新的法律 把这个exception给cover 那当然他的这个cover 他盖覆盖这个例外的这个情况 就是对他有利的情况 OK 就是比如说 我当时举一个非常粗糙的例子 说杀人不合法 那他派武警上街帮一下 把一个人说是你 你是反革命就把你枪毙了 他说反革命有死刑罪 不要 这一个地 治一个法律 这这这杀人就合法了 那过几天又改回来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可以随意的改法律 那法律如果随意可以改 那实际上就等于没有法律 就是无法无天 就是state of exception 这样的一个很关键 1933年的Enabling Act 可以说是希特勒 尚未最核心的一个最关键的转折点 这个转折点的后面理论技术 就是卡尔史密提出来的 使希特勒整个把德国很快消灭异己 所有的这个 所有的这个所谓的这个 这个直不容正天者 他就用这种Enabling Act 全给他干掉 送集中营 把他枪毙这个那个 然后呢 马上的那就纳粹化了 所以呢 卡尔史密实际上是对 尽管他是一个学者 但是他做的 写的这些东西 实际上对这个纳粹化 对这个纳粹通过法律体系 逐渐掌握住 当时德国的这个 这个绝对的这种专制 或者是一人独裁的这个环境 有很大的影响 后来希特勒所谓的这种 Nuremberg Law 就是这种完全在法律之外 就对这个 对犹太人 对这个政治异己人 对其他的人的这种 大规模的这种 惨无人道的屠杀 实际上 后面都有法律跟着 他随时可以制定一个法律 去做什么什么事情 而这些法律都是 state of exception 都是法律之外的法律 换一句话说 他都是违背了基本的法律制定的流程以外产生的 OK 就没有任何审议 他就随便我就定一个法律 然后我就可以杀你 可以几百万人给你送焚尸炉 所以呢 这个呢 这种这种法律之外的这种随意性 实际上是Carl Schmidt 是把他的理论是给希特勒奠定了 很强点的 很这个很坚实的基础 那么好 我们说来说去 为什么要谈他 为什么要谈Carl Schmidt 因为在今天 Carl Schmidt 有了一个新一代的继承人 这些继承人就是今天的中共的御用文人 It turns out Carl Schmidt 今天在中共的这些所谓的政治哲学学术界 是非常被推崇的 他对今天中国的这个共产党的御用文人的理念 他是一个非常被推崇的西方哲学家之一 尤其是他 他的他的作品 他的著作被翻译成中文 那么首先最推崇他的就是人大的有一个教授 叫刘晓峰 峰树的峰 刘晓峰 这个人呢 是把非常推崇他 然后这个人实际上还同时还研究这个 这个Christian Theology 研究是 他实际上是一个 一个在这个 在这个瑞士还在那念了几年 这个这个什么什么神学 OK就是就是就是半道出家学点神学 但是对神学理解不深 但是把这个Carl Schmidt这些东西呢 给搬到中国来了 因为他会德文嘛 他就把它翻译成中文了 结果呢 他这些东西呢 就是在中国的这个这个 这个体系下是广为流传 流传 OK到处这个学者文人都在看他这个书 想起来是 这就是一个 在在这个叫什么 在这种舆论被管控 或者不能说舆论管控 就是这种书各种censorship 就是这种言论管控书面 印刷品管控的情况下 这样的书可以在中国是成为 所有的这种这种高档次的 共产党的运用文人的 这个人手一侧几乎是很多人 在看这些东西 而相对来讲 另外一个方面 你比如上1984 像什么动物庄园 像这这些书 或者像Frederick Hayek的那种 通往奴役之路 你只能在这 当然他们也可以看到 但是他们不会推动 都是在书面上 你在这个书摊上 你是就是在这个书店里 你是不容易看到的 你只能在街头小摊 那种那种盗版 什么那种 偶尔能买一本 中文版 我说的是 当然英文版的 中国一般也不多 而这些运用文人 实际上把这个Cell Smith 是变成了一个 他们的理论上的一个工具 所谓的工具 就是用他的理论 来博导 现在是所谓的民主自由 所谓的议会法制 他用他的理论来博导这个 当然他又是不是中国人 他是德国人 像马克思也是德国人 德国优待人 但是就是用洋人的东西 来博导洋人的理论 他们这些人 把这个中共 实际上是在这样 Cell Smith的框架上 还有Boudin的框架下 就是一个君主主权的掌握者 这当然是没有什么做的 因为君主主权在Cell Smith 和Boudin的描述下 他是 The sovereign is he who decides on exceptions 就是他可以随意制定法律 就像希特勒一样 可以随意制定法律 那么这个恰好 就是今天中共能做的 他可以随意制定法律 他的法律可以是 只要他认为有利 他就制定 认为不利就把他废除 那么这样的话 就是他们认为 Cell Smith 他的就是把Cell Smith 当时他的纳粹的身份 当然就没有人说了 没有人说他是纳粹党员 他实际上是纳粹的一个 一个崇拜的推崇者 但实际上呢 他们不讲这个 他只讲Cell Smith是个学者 他们是把Cell Smith 抬高他的身份 说他的目标 他的理论的目的很简单 是为了让德国更伟大 德国更新亡 更复兴 德国更现代化 而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 显然这些理论 对我们今天的中国复兴梦 是有利的呀 OK 因为我们一个强大的国家 就会使我们中国复兴 而这样的一个强大的国家 是不能容忍这种自由散漫 民主宪政 什么宪政体制 什么民主体制 什么共和体制 这些东西都不能 都不能那个 不能接受 OK 所谓共和体制 实际上就是民主宪政体制 当然想起来很funny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中华人民共和国 实际上这里面 这三个词 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三个词里 至少有两个 上是Oxymoron 在英语里叫Oxymoron 就是这个词 和它的含义 恰好是一个讽刺的对立 OK 它既不是人民的国家 也不是一个共和国 什么时候中国有个共和体制 什么时候中国是人民的 OK这话又扯远了 那么这种 dogmatic faith in liberalism is unsuitable for China 这个就是等于是中国 这个学者认为 是中国这种 盲目的崇拜 自然 自由主义 民主宪政 对中国是不适应的 对中国是不合适的 而这个中国国家的力量 应该集中在一条 就是 防止内在的 和外来的威胁 这是我们的最高的 优先级 内部的敌人 和外部的敌人 那又是卡尔·史密斯 就核心点的一部分 就是怎么样去防止 内敌 内忧外患啊 内忧就是内部的 这些人在想颠覆 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政权 外部的这外来势力 整天是外来势力 想破坏我们伟大祖国复兴 那这个这两条 是我们的 最高优先权 因此稳定压倒一切 稳定压倒一切 这又是strong power make unity of country unity of state 又是卡尔·史密斯的一个核心论点之一 是稳定压倒一切 那么 那么这是一个 再有一个呢 像我们前面也提到了 westphalian sovereignty 就是westphalia的这个 这个主权的概念里面 有很核心的主权 概念的就是 self determination 自主权力 就是在任何一个state 他的sovereign 有他全部的权力决定他内部的事宜 就是他内部的事情 由他自己决定 别人不能干涉 这一点恰好也被中共抓住了 就是这个是 你看看 欧洲这个 讲这个self determination 在一战二战以后 都是讲这些东西 那么这些东西 他们就认为这是 自己决定自主权利 就国家自主权利 是高于一切的 因此我当然 我为了自主权利 我就要防止外来内 内在的各种威胁 那么这种高于一切 当然他就可以无限提高 提高到 他高于一切 对人权 对基本的人身自由的 言论自由的 彻底的催灭 摧毁性的破坏 没关系 因为他有利于我国家主权 所有的人权的破坏 所有其他的破坏 都是属于 都属于你们外来势力在那 下班 下班 OK 你们是 我们前面也很多讲 以前讲过 moral relativism 就是moral relativism 就是道德相对主义 就是你们没有再来过中国 你到过中国吗 你看过中国吗 你中国什么地方 你们怎么怎么知道吗 你既然没有来过 你对中国就没有发言权 因为这是我的自主权 所以这里面呢 就是等于是说 这几个论点 堆到一起 Kyle Schmidt 叫moral relativism 就给他们提供了 他们可以在他们的控制 势力范围内 随意的破坏人的基本权利 而Kyle Schmidt呢 在这个事上呢 实际上他的很多的论点 被多次引用 来bolster ccp's rule OK 就是再来支持 比如说 OK 比如说在这些学者提出一个概念 就是香港的一国两制 我们知道香港现在已经是基本就是一国一制了 已经没有一国两制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他们学书上他上有理论基础的 说一国两制 实际上这里面的一国的重要性高于两制的重要性 就是one country 就是one country must be must take precedence over civil liberties of two system 因为两制后面隐含着就是公民自由 公民的选举权 公民的开放 因为香港是一个 不管怎么样是一个一个开放社会嘛 那么一国要高于开放 一国要高于两制 那这个实际上和当时希特勒1933年的enabling act是一模一样 因为enabling act 当时这个一国两制不是一模一样 就是这种国安体制 国安法 中国不是当时一国两制后来不就提出这个国安法吗 上和定enabling act是一码事 因为enabling act就是在说 我们要一个提供一个国安法制 为我们德国提供一个安全的保证 外来势力内部势力 不来破坏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德国的复兴 因此我们提供国安法 那香港实际上是一码事 为了香港和平过度统一到这伟大光荣正确的 中国中共领导下的中华民族 那国安法 那么因为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法律 我们就无法区分谁是我们的敌人 谁是我们的朋友 在香港内部就会乱 因为里面有很多反对势力 敌对势力 国外境外势力 全掺在一起 把几百万人弄到大街上去游行 OK 他想起来是不是很滑稽 就是几个境外势力 可以把几百万香港人弄到大街上 黑天白夜的游行 而他中国的多少强大的中共 居然控制不住几百万人 被几十个人操纵着 这都是很荒唐的一些 一些结论 那么 卡尔什妹的这些教义 某种意义上说 OK 某种意义上是成为了 间接的就是在中国的这个 御用文人的这个圈里 成为了中共用来支撑他的 民族主义 民粹主义 内外势力敌对的这种 这种打压的一个基本的支柱 这个而且呢 他强调的是我们国家的这个强大 国家的民族 国家的强大 民族复兴 而这些东西我们再回来 我们另外有一个讲座 讲过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讲的 internationalism 国际主义 就全世界无产者是一家人 全世界资本主义都是我们要推翻 推翻的 而这个和现在中共讲的 所谓的国家主义 民族复兴 恰好是对立的 恰好是对立的 所以 所以这又体现出他这种内在的矛盾 就是他一边在讲 他们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徒 另一方面呢 他们实际上是在搞民族主义 而民族主义实际上也不是中国的独创 OK 卡尔史密特有 后边 欧洲很多人也在 很多其他人也在讲民族主义 所以呢 这个呢 某种意义上 在这样的一个框架下 中国的这所有的政治异己分子 就是对他有提醒批评的 全都是enemy within 全是内部敌人 那西方的所有的像美国英国什么什么 这个西方自由民主开放社会 全是他的enemies without 全是外部敌人 外来势力 所以美国是实际上是 是中共的头号敌人 这可不是今天 可不是这两年 是几十年从毛泽东时代 到毛泽东以后就从来没有改过 只不过是高调和低调而已 所以是外在外部势力 那么那你既然要讲nationalism 讲国民族国家 state nation state 那马上出现一个问题 中国有56个民族 有什么什么维吾尔族 这个族那个族 什么遗族苗族 这个族那 那怎么办 咱们全的就要叫他中华民族 所以今天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 中共的把中华民族的定义 已经给散开了 过去只是讲汉人 现在实际上是所有在中国 这块土地 大陆中国大陆 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 都是中华民族 包括新疆人 包括西藏人 包括什么苗族 回族 遗族涉族 为什么 又是回到卡尔什米特 一个基本理念 你要想有一个强大的国家 你必须的国家要统一 要一致 要homogeneity 大家要是以均匀性的 均匀性你要这么多民族 在里面分着 显然就是potentially 就有不同的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要消灭 咱们都是一码事 咱们全说中文 全说汉语 全说什么 那就是汉族话 当然他不能说汉族话 他是中华民族 当然和斯大林的 有类似像的 就俄罗斯话 是类似的概念 尽管斯大林自己 并不是俄罗斯人 而这种 很大的程度上 就造成了 他这个体制下 就是rude by law 就是我制定法律 来整你们 这个法律是一天到晚 在变 OK 买房子 卖房子 法律随时在变 银行取钱 不取钱 随时在变 然后你的这个什么 什么各种各样的 你能组织什么活动 办什么事情 你什么 以宗教上的 言论自由上 学术上的 随时都有法律 来出来整你们 而这个法律 是没有任何的预警 没有任何的讨论 就是砰就冒出一个新的法律 这法律就对你来的 所以这个实际上就是 希特勒的 Enabling Act 在今天21世纪的一个 完美的翻版 这样的话呢 因为什么呢 只有这样才可以把我的 所有的内在敌人消灭掉 外部势力挡在外面 然后呢 因为我的state of exception is in my hand 我手里拿着 法外执法的能力 而执内法 是我随便制的定的法 那这个我们再举一些 简单的 今天大家比较熟悉的例子 OK 这个 这个COVID 这个瘟疫 最近的这个流行瘟疫 武汉病毒 这个响应 全国去做核酸 这随意的想做 想把你捐在家里 就捐在家里 想让你这个 就多少天不许出门 就不许出门 因为有新的法律规定 你要出来 那外边那个 那个大白 还是什么 那个什么武警 就站着说 你要配合我们执法 OK 到你们家里 敲你们 给你送走 你不送走 你不走的话 你就不配合 我们要强力执行 那这些法律 有谁说的清楚 这法律是怎么产生的 是谁来制定的 有谁来审议的 有谁来同意的 都没有 随意的 所以这个整个的这种 防疫的过势 每一个步骤 都是随意的产生 因为他们都是state of exception in order to prevent internal threat 对内部有任何的威胁 要消灭 有的是瘟疫的威胁 有的是内部捣乱人的威胁 当然对这个新疆的那些维格尔人 OK 一样 跟你送集中营 夸一关 这个本身又是state of exception 我们不这么弄 我们的国家就乱了 香港一样 我们刚才讲了 香港的国安法 就是在做这件事 那么每一件事 这些这些这种 随意的这种法律的制定 随意法律执行 上每一个都是state of exception 为什么 都是因为 为了我们国家的稳定服务 为了抵消外敌 抵消内敌 各种各样的紧急情况制定的 那紧急情况是我来定 紧急情况的处理方法 我来定 因为什么呢 因为所有这些东西 都是在宪法之外 因为你要真去读中共的宪法 尽管他宪法 中共领导这个那个 但实际上你仔细要真正把中共宪法一张一张读 中共在随时 他的底下的人是几乎是在每时每刻都在违背宪法 但是这些违背宪法没关系 因为我有state of exception 我是sovereign 我是绝对同志 任何的对我有威胁的时候 我都可以在这个法外 我去执行我的别的有关规定制度 相关法律 你必须配合执行 同时呢 我有一个强大的监控网络 强大的监听监控观察网络 任何时候 包括现在的这个什么红码黄码绿码 OK 任何时候我认你 绝对 绝对 决定你对我有威胁 那我的state of exception 我的法外执法就对你就来了 OK 来了 你甚至你在网上 说一句话几个字 我看着不顺 我就可以把你关起来 我就可以把你训诫 我就可以把你抓起来 因为有相对相关法律 你问他是哪个法律 你到公安局来咱们再谈 到公安局先揍你一顿再说 所以这种 这种就是典型的 希特勒的 三几年四几年的 那些做法的那个翻版 好 最后我们在这一节里 我们再推掉一个 大家比较熟悉的人 OK 首先我们先说 卡尔史密 实际上他还有一个绰号 他叫希特勒的 crown jurist Jurist是法学家 crown皇家 当然希特勒不是皇帝 意思就是 是御用法学家 是希特勒最喜欢用的一些理论学派 那么今天还有一个人 把这个帽子扣到另一个人 是非常恰当 就是王沪宁 他就是用英语讲 就是用法语讲 叫eminence Greece eminence Greece 这个翻成中文 就是someone behind the scene but wield the real power of ideas 狗头军师啊 说的简单的话 就是狗头军师 王沪宁为什么 王沪宁为什么我讲他 因为王沪宁在复旦念的 硕士的论文 就是Baudin 他的论文就是 就是研究Baudin Baudin的绝对王权的概念 所以这个 这个Baudin和 Cyle Schmidt的这些理念 实际上是有了他的真正的 过去是马克思的信徒 是中共 今天可以说 中共的御用文人 在利用另一套体系 在推崇另一种概念 尽管表面说马克思 实际上他们在执行的是Baudin 是Cyle Schmidt 王沪宁 他后来写了很多文章 他的文章的精髓 我这里面顺便讲一下 他去美国还待了 待了几个月 好像是访学者 然后回来他说 他说这种 liberty和democracy are self-defeating 我这是用英文 从英文翻过来的 因为它是中文的那个版本 我没有看到过 我只看到 这是英文的 大家的这种 description key point 自由和民主 是一种 自我摧毁的机制 当然我不知道 他原文是怎么说的 自我摧毁 就是自己在跟自己打架 OK 而所谓的美国精神 和这种什么 本身呢 是一种 不可避免的 要失败的一个 就是未来的美国的这种 这种体制 肯定要失败 因为它本身 隐含着很多内在的危机 而西方本身是脆弱的 因为什么呢 他们对这种 dual process 对这种judicial review 就是这种宪法 互相约束 互相牵制的这种体制 使他这个体制 非常的脆弱 因为他的互相的牵制 签约 check and balance 本身就使他 他的统治力脆弱 统治力充满危机感 这是王沪宁写的 意思就是说 我们的中心集权 我们的强国 我们的strong state power has the real future 我们的这个体制 我们中共的这种 这种绝对主权 state of exception 我可以绝对 任何法律随意制定 为我的国家的稳定 来服务 然后把所有的敌人干掉 不管是内部的还是外部的 这才是真正的世界的未来 而你们这些民主 什么什么互相牵制 什么各种法律 程序 这个哪个一种瞎折腾 这都是瞎扯蛋 OK 这都是脆弱的 早晚自己要把自己给干掉 这说的是什么 这就是Boudin的一些核心思想 就是他的硕士论文 本身就影响了 他的本身 对这个西方体制的 现代的西方体制看法 但是想起来 是不是很滑稽 就是你学的什么 你的脑的那根筋 就调到那上去了 那王沪宁就调到那上 这也是为什么 像王沪宁这样的人 对习近平有如此深的影响 因为习近平是小学生啊 他可能汉语拼音都拼不准 还甭说英文了 那比王沪宁的学历上 肯定不是一个档次 不是两个档次 差很多的 他只不过是一个土匪基因 他坐在那个位置 因为他就是他的基因里面 有土匪的成分 那么王沪宁不管怎么样 他是出于草根 这个人肯定是很聪明 那么然后呢 学了一些西方的这些 这个可以严格来讲 和马克思毫不相容的这些歪理 那这些歪理给习近平往前一讲 这习大傻一听眼睛都直了 这东西他妈很有学问啊 我他妈小学生哪讲 懂这么多呀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王沪宁商和卡尔什妹子 也是一脉相承 和宝丁一脉相承 而这个小学生习大傻 是肯定是某种意义上说 你这些东西对我很有用啊 所以呢 这就是这么最后就产生 这么一个现在的结局 好这一节我们就先讲到这 下一节呢 我们再继续把这种君主主权 在今天的社会上的一些 其他的方面再进一步介绍 下一节节的讲